一群妈妈熟练的包着粽子 用生米包上花生、香菇、猪肉等等好料的食材 熟练的包粽子 让板桥区新埔里的办公室洋溢馨热热闹 所有的里民一起来庆祝端午 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包粽子哦 而无独有偶的在港德里也举办包粽活动 社区妈妈学家来包粽子 立委张宏璐也参加难得秀一手包粽的功夫 他说小时候在家里端午节到了都会包粽子 在一旁会帮忙不知不觉就学会了 而所谓的南部粽与北部粽是有区别的哦 这个是南部粽 这个生米下去 然后再去用水煮的这个粽是南部粽 北部的就是熟米 比较像油饭这样子 南部就是生米 然后下去再用水煮 看着刚起锅的水煮粽 飘着阵阵熟悉的好味道 真是有成就感啊 也让人见识到妈妈们包粽的好手艺 期盼这样传统的包粽功夫 有机会传承下去 数位天空新闻新北市板桥区长报道 这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